哈囉 大家好 我是Pupi 今天呢 要跟大家開箱一組超可愛的彩妝 而且這一組目前的台灣還完全沒有曝光過 然後呢 要用這一組彩妝畫一個比較韓系少女的妝 就像現在這樣 然後會用同一組化妝品打造這種歐美叛逆少女妝 想要知道怎麼畫就跟我看下去吧 好 現在要回到原型 好 其實不是原型 我今天有偷畫眉毛 先來試試它的氣墊粉餅 喔 目前上妝起來我還蠻驚訝的是說 它是有一點霧面的感覺 那它上妝起來的話我覺得還是比較韓系 然後比較遮瑕度比較高的那種底妝喔 但事實上我比較訝異的是說 它上妝起來其實表面是乾爽是霧面感的 因為我本來很怕說它質地是油的那種 那大家可能就不太敢在台灣用 然後我現在上妝大概五分鐘之後 表面已經完全是乾的了耶 像我皮膚稍微偏乾一點的話 我會覺得以我來說可能已經不需要上蜜粉 但如果說皮膚偏油了 可能就還是要加一下蜜粉 然後要用可愛的氣墊腮紅 這個妝我想要先用粉紅色 但還是蠻橘的耶 真的是 我覺得它的腮紅是稍微有點水亮感的 所以刷上腮紅不是拍上腮紅之後呢 反而會有一種局部打亮的感覺 再來要使用眼影盤 然後這個眼影盤我覺得還蠻妙的地方 就在於說它外包裝有兩種不同的款式 可是裡面的內容物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挑你喜歡的外表就好 裡面其實沒有差 眼影的話我覺得這盤算是蠻實用 它有比較淺的比較重的大地色 然後也有現在比較流行的橘棕色 而且它霧面的跟亮面都有 這樣使用起來搭配起來其實比較實用 最後這個妝要使用粉紅色的唇釉 好 結果它不是粉紅色 它只是比較冷的紅色 而且意外的擦起來竟然是霧面的妝感 我有下一條 這樣韓系少女妝容就完成囉 然後我們接下來還要繼續開箱 要繼續換另外一個妝 而且後來發現這個唇膏啊 它是擦一層霧面 然後擦兩層的話會變成比較漆光的感覺 好 改變了一下形象 然後因為我們的底妝已經從冰箱裡面拿出來了 沒有啦 底妝剛剛已經用那個 就原本氣墊粉餅打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直接從眼影開始了 修一下另外一款包裝 也很可愛吧 換濃烈的眼妝之後要搭另外一款腮紅 唇彩的話要搭配珊瑚色的唇用 好 這樣歐美判定少女妝也完成了 然後就是一個比較是 你知道 濃眼妝 然後再來就是這種比較珊瑚色的腮紅跟唇彩 那眼影的話呢 就完全是用同一盤畫出來的 好 兩種妝都完成之後 不知道大家比較喜歡哪一種少女 就是你知道像那種比較乖一點少女 乖的這個 對 這是比較乖的 然後還是像這種你知道 個性比較差一點少女 也是有這種人的存在耶 大概就是我吧 那今天這一組整體而言呢 我個人很驚訝的是 氣墊本餅竟然是霧面之地的 怎麼會 但是這真的會比較適合台灣的天氣啦 然後再來就是眼影盤的話 實用度很高是真的一開始就看得出來 然後唇藥的話顏色還蠻好看的 腮紅我很驚訝 因為沒想到它可以做出自然的光澤感 那在這邊整理一下韓系少女妝 跟這種歐美叛逆少女妝的不同之處 像韓系的妝的話 其實上眼皮他們使用的顏色會比較單純一點 所以你最好可以選一個顏色 然後用那個顏色做出層次就好 下眼皮的話就是用一些比較明亮的顏色去畫 那腮紅的話他們也比較不會有太重的顏色 會比較著重在光澤感 但是他們會很喜歡很明顯的紅潤的唇彩 那像比較歐美的這種畫法呢 它眼妝一定會很重 而且如果說你想要畫出一個比較平衡的濃眼妝的話呢 下眼影一定要記得畫 再來就是他們會比較喜歡強調眼摺裡面的眼妝 所以我剛剛有先用氣墊粉餅的粉底液打底在眼皮上面 然後再上亮片色讓它會比較顯色一點點 那腮紅跟唇彩的話 它通常會是比較接近的一個色調 不會是太突出的顏色 那我今天用的這一組彩妝哪裡買呢 描述欄就會告訴你在哪裡買 超清楚的 個人覺得這一組CP值還不錯吧 對然後如果說你想要看什麼其他的題材啊 教學的話也可以留言給我 再來就是記得去看我的網站 有很多很多教學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好不好訂閱我的頻道訂閱一下啦 好 就這樣 掰掰 發音樂 很高興 而且拍到我的頻道 會不會 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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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